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非主流大叔 竟然是一个黑帮老大 他叫啾啾 可能和大家印象里 西装皮鞋的黑帮老大不同 啾啾每天出门的标配 就是T恤脱鞋小摩托 过去20年 他一直掌管着 这个菲律宾最危险的街区 乍一看 这和普通街道没什么区别 事实上绝大部分居民都是毒贩 小偷和杀人犯 这是一片警察不敢闯 政府也不敢管的区域 在这里生活需要极大勇气 因为很有可能走着走着 就走到了天堂 本期穷雄极恶之地 我们一起走进菲律宾最危险的街区 菲律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首都马尼拉是富人们的天堂 但是距离首都仅几公里的地方 就是穷人们的地狱 这里有70万人 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20比锁 相当于15块人民币 而且这里的犯罪率 在整个菲律宾排名第一 每年仅官方记录的犯罪案件 就有超过4万起 平均每天发生109起 帮派大型火拼 更是每周都会上演 如此高的犯罪率 贡献最大的 正是位于中心地带的基里诺街区 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过去20年 一直被黑帮老大啾啾统治 在这里 他就是王法 啾啾的帮派叫监狱帮 顾名思义 就是在监狱里发展起来的帮派 他们的成员遍布全国 监狱帮有自己的文化 每个新成员加入都需要纹一个围巾人 纹身只是第一步 每个新成员还有一个试用期 他们需要完成一次抢劫或者盗窃 才能转正 九九把老巢 射在一个不起眼的巷子里 只有他的心腹才能进入 巷子周围布满了眼线 没有人可以偷偷进出 而不被察觉 最近有个帮派对他的地盘虎视眈眈 他打算多搞一些武器 一次性打死对方 或者被对方打死 九九的彪悍 从他的牙口上就能看得出来 看来平时武器不够 他都直接上嘴咬 牙都给崩坏了 这些人都是他的心腹 随时准备为帮派献出自己的生命 只是没想到这么霸气的组织 高层开会竟然是在垃圾堆上 受九九的穿衣风格影响 这些高层的穿搭也都很随意 不过他们每个人在抢劫和贩毒方面 都是一把好手 抢劫专家天才 是九九最忠实的追随者 忠实到都把九九的名字 闻到了身上 贩毒专家地缺 则是九九最得力的助手 他俩是发小 小时候一起玩耍上学 长大后一起杀人抢劫 地缺掌管着帮派的毒品生意 他一边挥舞着枪 一边自豪地讲述着自己的辉煌历史 地缺说他一般是跟对方离得很近才开枪 这是为了确保一枪毙命 不给对方去医院的机会 所有监狱帮的成员都需要各凭本事赚钱 赚到的钱可以提走一半 剩下的一半上交 此刻抢劫专家天才 正带着新人在大街上寻找猎物 他说只要对方不反抗 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做事很有原则 不会因为好玩就去杀人 这一切都只是生意 一般人很少会对他们产生防备 因为他们走上街头 就会把纹身遮起来 并表现得像个普通人 忙碌了一天 他们的收获着实不小 有几个手机 还有现金 大概有1500块人民币 新人因为在抢劫的时候表现突出 顺利通过了试用机 如果按照这种状态 用不了几天 就能再勾入一批武器 菲律宾是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全国流通着400万只枪 其中一半以上是非法枪支 这些武器是毒贩叫嚣的资本 近些年 菲律宾总统在禁毒方面的力度空前 制定了一系列铁血政策 不仅恢复了死刑 还把刑事责任从17岁降低到12岁 甚至默许警方在遇到嫌疑犯的时候就地枪杀 在这些政策发布后 全国至少有2万名毒贩被杀 但是外面的风声这么紧 监狱帮根本没人在乎 每次警方来抓捕的时候 他们不但不害怕 甚至还要来上几口 因为警队里有些人已经被他们收买 菲律宾警察的收入不高 月收入只有一万两千比锁 相当于1400块人民币 黑帮就抓住这一点 通过砸钱渗透到了警方内部 虽然警方做了一些应对措施 比如隔一个半月就把人员调到其他警局 但是黑帮依然无孔不入 所以光靠警队的力量是不够的 为了有效打击毒贩 政府招募了一批赏金猎人 他们都是民间高手 抓掉一条大鱼 就能赚到几千到几万不等的赏金 奥多玛就是集中议员 他是菲律宾最厉害的赏金猎人 在9年的职业生涯里 共击毙30人 抓捕100多人 奥多玛说第一次杀人的时候 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还特地到教堂忏悔 后来杀多了就习惯了 此刻他正开着车 在街上寻找目标 在这一行做了9年 小鱼小虾已入不了他的发言 这次他只为久久而来 干这行最重要的是跟小商贩打好关系 因为他们每天可以接触到大量的人 奥多玛通常用钱手卖线人 一般40欧元一条线索 如果情报正确的话 将会给他带来50倍的回报 只不过这一招到了九九的地盘就不太灵了 一方面是 如果有人敢提供线索 可能下一秒他就会死 另一方面 九九和街区的居民和谐共生 只要他们能冲到耳目 就能得到帮派的庇护 甚至给他们钱 他也时常告诫手下小弟 抢劫也只能去其他地盘抢 在这样的关系下 街坊邻居们不但不会出卖九九 还会给他通风报信 这些人包括小卖部老板 三轮车师傅 卖菜的大妈 到处都是他的耳目 这让奥多玛的工作很难开展下去 不过他相信自己能找到解决办法 很快夜幕降临 又到了抢劫的好时机 九九打算带着小弟们冲一下业绩 不过其他帮派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抢劫经常就会变成帮派火拼 的确就曾经被敌对帮派的人捅到要害 差点要了小命 他发誓下次一定要取他狗命 枪站在这个街区是家常便饭 无辜路人时常受到波及 此刻九九带着小弟从一起事故旁走过 表情轻松 就像是无辜的平民 其实他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 这事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干的 经过几天努力 奥多玛从现任那里得到了一个军火商的住处 此人专门出售枪制给监狱帮 如果能够抓到这个人 也能遏制一下监狱帮的扩张 第二天一早 奥多玛与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一起行动 趁人没注意一举枪前拿下 这次的收获不小 有大量现金 两把枪 还有一个手机 手机里面极有可能包含了其他帮派的信息 通过这次抓捕 奥多玛得到了2000欧元的赏金 不过他心里始终还惦记着九九 此刻九九正抱着女儿玩耍 看到这一幕 谁能想到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黑帮老大 其实九九也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已经没法回头 他很担心 如果哪一天被警察或者奥多玛 又或是敌对帮派杀死 自己的家人怎么办 他能想到的唯一方案 就是不断的壮大帮派实力 至于他的得力助手地缺 他也曾试图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后来警察还是逮捕了他 所以他觉得 无论选择哪一种生活 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些当然都是开拓之词 他们是恶贯满盈的罪犯 无论受到什么惩罚 都是他们应得的 只不过由于贪污腐败横行 基里诺街区已经变成了监狱帮的乐妥 要想抓到心爱的九九 奥多玛和警方还任种而道远 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点赞 建议事情和大家一起看 更多穷凶极恶之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